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裏 我們除了鞋子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已經是有一些 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這裡有很多客人買回家裡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可以在我們陸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Tina 今集白主持 我身邊有袁醫生 HELLO 袁醫生 HELLO TINA 你好 大家好 我們上一集有聽眾 講來信問這個痔瘡的問題 我們就回答了關於如何用食療、草本和生活風格去處理痔瘡的問題 今集我們就專講同類療法如何處理 因為有些痔瘡可能是有急性、很嚴重、很頑固 用同類療法是非常有效的 是嗎 袁醫生 是的 我們上一集 因為來信各位聽眾 都要求我們講食物方面 有些是自己可以做的 我們都講過 其中包括飲水 水和纖維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般的飲水用多一點 纖維方面 譬如阿麻子油、阿麻子粉等 一般人都適用 水果 我都解釋 用水果就不要炸汁 用攪拌 將多方面的水果蔬菜 用攪拌的方法去做 或者汁不夠就加少許水 令到纖維水果、纖維蔬菜、纖維 都有機會用得到 這個可以說是天然食物的纖維 除此之外 有些人都會用一些氫射劑 始終氫射劑長用也是一個問題 當然子瘡膏 你也看到 很多人都在市面上很多 但始終很多的 這個都是一種指標不自本 那子瘡問題其實很普遍 也有一種 廣東人的說法 十個男人九個字 是很多的 雖然外國的數據 都說大概有60% 那些人會有痔瘡這個問題 我相信是不止的 我相信中國人所說的十個男人九個字 我想這個更準確 我們也上次提及 其實痔瘡的最主要 背後的問題 都是肝的堵塞 在我們同類療法裏面 我們是用一些同類療法的療劑 去處理 那療劑的好處 有時候 當你急症痛得很厲害的時候 你真的想即時處理它 趕快解決它 我記得痔瘡很多年前 我認識了一個朋友 他也是痔瘡發走得很厲害 他在家裡 躺在床上 簡直是不能坐 原來他的痔瘡完全拱出來了 好像整個小小拳頭一樣 突出來了 迫住了 他躺在背部 腳拿起 褲也穿不到 你看到他 簡直是很痛很痛 很多時候我們遇到這些情況之下 當然在病人 希望是即時處理到他的 這個病人 結果很聽他的聽聞 他最後也進入了醫院 在醫院那裡 竟然在西醫醫院 香港醫院 比較上 那個醫生都是外國人 企圖用一些天然的方法 我覺得 其實沒什麼真的可以做 除了拿手 可能硬硬 麻醉之後 硬硬推進去 但始終那個症 那個問題已經在 就是要他坐著 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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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水 冷水 來交替 但在同學療法 當然 我們希望 越快 舒緩 急急痛楚的症狀 最重要是 避免將來 這個問題 不斷地重複發生 預防 令到他不要再發生 是一樣重要的 但是 在那個 我們的醫療裡面 我們要考慮多方面的症狀 或者我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其實這次也不會簡單 我詳盡地介紹一下 好 在我們的醫療裡面 在同學療法的醫療裡面 我有什麼療劑是幫助痔瘡 當然 痔瘡在同學療法來說 有很多種形式 所以我一定要對症下藥 我和大家先看看 例如 有一種叫做 Aschulis Aschulis 也叫做 Horse Chestnut 中文叫做 馬律樹 Horse Chestnut 律子的律 馬律樹 或者也叫做 七葉樹 Aschulis 這種痔瘡 通常有腰背痛的伴症 雖然痔瘡得來 他覺得那個背部 也有下腰背痛 還有那種痛 就好像肝門 是很多針刺 很多樹枝在刺 好像是掺著他那種痛 痔瘡 肝門又乾 還有排便的時候 就有些好像那些 有沙沙石石引住那種 尖銳的痔瘡 這種痛 很可能大便之後 就會持續痛幾個小時 可能 痔瘡的時候 弄傷 刮傷 還有你看到痔瘡 很多時候已經漲到 藍藍青青的 乳乳的 紫色的 漲起來的 平時當然有肝門又癢 還有一些脫裂的 就是皮膚剝削的 這種是馬律樹的痔瘡 Aschulis 這個療劑 通常什麼情況之後 容易出現 很多時候的孕婦 你知道懷孕期間 始終是胎兒的壓力 很容易將肝門的壓力加深了 你也看到 孕婦有腰背痛 所以Aschulis 馬律樹的痔瘡 痔瘡的痔瘡 通常很多時候因為懷孕 而懷孕導致便秘 很多時候孕婦 在懷孕期間很容易便秘 或者當然站得久 長期站 有些售貨員 他們經常要站 站得久 坐得久 甚至乎走 走得久 也有這個問題 還有這個 治療的痛症 好像齊先生說 大方便之後 痛幾個小時 好吧 痔瘡 可以去噴臀部 修後 那種痔瘡 病痔瘡 痔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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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癢瘡 用暖水浸泡是可以的 我想起我刚才所说的病人 可能这个Aesculus也是很适合他的 但当然如果我们遇到病人是刚刚怀孕的 Aesculus是我们绝对要考虑的疗剂 第二个疗剂是盐 食盐即是绿化肋或食盐 其实我们以前也介绍过同类疗法的人物质 盐也介绍过 盐的情况通常这种痔瘡很容易出血 尤其是大便的便是肝硬之后导致出血 还有肝门是一种抽的感觉 当然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人 本身是一个盐型的人 人比较瘦一点 尸尸纹纹的 人的颗颗通常都是比较幼的 比较瘦一点 而你看到人形 人物性格都好像是盐型 加上有这种流血 尤其是肝硬之后流血 其实这些都是很普遍的症状 很多痔瘡应该都是这样的症状 这个我们会考虑 这个盐型 还有一个就是烧酸 Nitric acid 烧酸 烧酸那种痛通常是很尖锐 好像有痴的痴 好像有针痴的痴痛 还有烧酸的痴瘡 很多时候同时都会有 所谓叫做自流或者肝硬的痛 这种痛也是的 大便之后痛几个小时 好像马律书那种差不多 马律书大便之后痛一顿死 烧酸那种痛型也是这样的 有时会碰一下痴痛 痴痛痛 咳会令它更加差 这种痴瘡通常是溃烂性 很尖锐 可能有血流出来 很多液体 这种是溃烂性的痴瘡 这种是烧酸型的痴瘡 还有一个痴瘡就是牡丹 Pionia Pionia 牡丹的疗剂 这种疗剂也是很痛的 还有有肝烈的情况 亦都是大便之后 可能持续痛几分钟 甚至乎几个小时 这些是大家会相似的 亦都是大便之后痛 吻了之后痛 吻了之后痛 好了 但它有一个很特别的症状 这个症状就是 因为它会觉得 躺在背部 即是两只脚打开 即是打开 这种感觉 你见到病人就是这样躺在这里 躺在大腿打开 来到休息 这是Pionia 这种症状 如果你见到一个病者 因为昨天所说 大便之后痛 几个疗剂都有 很严重的疗剂 其实很多疗剂都有 但如果你看到它这样的动作 它躺在床上 躺在背部 但那只脚 就打开 来到朝天打开 这种这样的 这是牡丹 即牡丹营 这种疗剂 好了 另外一个疗剂的阵营 是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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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什么人物字 好像有没有讲过 我都不记得有没有讲过 将来我们可能会再讨论这个人物 轮型的人物 那这种轮型的痣瘡 通常它的痣瘡是很大的 很大粒的 很大块的 而且很容易退出 而且会痣痛的时候 很多气 很多放屁 而且轮型的人是很容易出血的 如果你看到那个人 痣瘡是有很多血 还有跟着放屁 而看到它的肛门是很松懈的 所以有时候就会突出 有痕、有痕、有烈、有肝裂 这个可能是轮型的 所以分别轮型是出血比较多些 好了 还有一个就是蒲公英型 Pulsatela Pulsatela 这种的阵型 Pulsatela的阵型 亦是痣瘡是比较大些 还有它的白头翁 所谓白头翁 Pulsatela 白头翁 Pulsatela 白头翁 它的痣瘡是会大的 还有它的症物是比较松一点的 还有Pulsatela 是很适合于认婦期间的问题 是 如果在这个困境情况有 emphasized 否刑热 惊怯沥沥叉 等于每当地安排 白头翁 是喜欢冬孵的 有些人喜欢 crouch 或高適溃浸浸泡 这是 layup 但白头翁 为了misatela 可能坐盘会比较舒服 如果一个女性怀孕期间有这个症状 冻肤舒服 白头鹰型的人性格方面 比较女性化 容易哭、怕局 这样的症状 这个就是白头鹰 还有一个就是云香 云香 云香 云香的症状 通常会有突出的症状 还有很多时候 删除了三分之后 删除了三分之后 可能盆康的组织会比较松弛 很容易有这种症状出现 云香型云香的症状 除了产后容易出现 而且很容易向前 向前弯身 会出现 云香 我记忆中 有一个病人 女士 她觉得痴骨 痴骨痛得很辛苦 最后发现原来她生了十分之后通通 这个 我知道孕婦在生十分之后的过程中 她的盆骨是要打开一点点的 所以孕婦的荷尔蒙 会将我们身体的软组织 软骨 所谓的 就是靠组织的组织 会松弛 有时 松弛之后 她的区域不太好 所以 在指骨分开的间隔 关节位 会有点痛 在这种情况之后 我发现我们的经验 用云香的疗剂 都能帮助她们 好 还有一个就是 Sepier Sepier 是什么呢 是蜜鱼汁 乌擦 蜜鱼汁 Sepier Sepier 那种痴瘡 都是有 有滋漏 干裂的痴瘡 通常是 那些是 塞得很厉害的 盆骨那里 是塞得很厉害的 很多时候 这种的 乌擦型 或者蜜鱼汁型 它的痴瘡 很多时候都会很容易突出 因为它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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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时候 它也会突出 而且 乌擦型的人 很多时候 它感觉下阴 那个器官 好像下坠那种感觉 就是很松弛 就是很松懈 那样 那个植物 那个痴瘡 肛门的植物 也都松懈了 那什么情况之后 令到这种痴瘡差呢 就是 走路 搬东西 重东西 这个很多都会 碰到它 就是 吞到它 碰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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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牛奶 坐 还有怀孕期间 这种痴瘡 那种痴瘡 那个乌擦 那个抛薩 那个抛薩 那种白头鹰 那种 还有那个马律士 Asculus 都很多时候 跟那个怀孕的压力有关的 那麦如汁呢 就松懈热呼舒服 你记得 谁冻呼舒服 就是那个白头鹰 白头鹰 白头鹰 抛薩提拉 是喜欢冻的 但是 Cypia 是喜欢热的 还有那个马律士 是喜欢怀孕舒服的 好了 那Cypia 还有一个症状呢 就是那个肝门 是痕得很交关的 还有些深深 濕濕的那种 那些分泌 那还有呢 他那个周围 那个肝门的周围 是有少少剝皮的 这种这样的现象出现 OK 那这个呢 是一个 Cypia 那个症状 是这样的 好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 奴慧 奴慧 大家知道了 奴慧 那奴慧呢 他那个痔疡的症状呢 他的痔疡呢 是 是塞 脹了 脱了 脱了出来 直接好像一串 菩提子那样的样子 嗯 可以这么说 是脱得很厉害的 不是一块脱出来 一串葡提子那样的 那种突出来的 嗯 那当然一定是很大 一定非常之痛 和是一种 铭扯的那种感觉的 那 那 他自己觉得呢 就那肝门呢 好像呢 就很松懈 好像那肝门打开了 嗯 甚至乎呢 他会漏了些糞便 不知割漏了这个糞便的 那我记得他很早年 我在加拿大行医的时候呢 那我有个病人呢 又是这样的 他直接呢 就是 赖了屎 几粒 落了个褲子那里呢 他自己都不知道的 哦 他不知道的 他完全没有这种感觉的 嗯 那我结果就用这个盐 就是 奴会 就医好了 嗯 那以后他就没有再 就是跟着他就没有了 没有再漏了 就是有时候 年纪大的时候呢 他曾经看到有三粒糞便在那里 就是干干细细的 他自己不知道的 嗯 他在警察的时候 咦 为什么有些糞便在那个 不是那些 不是那些 那些糞便的那些糞便 是一粒粒掉了出来的 他自然不知道的 那 就是多尴尬 多麻烦 那结果呢 同类疗法的奴会 就是搞定了他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奴会的特性呢 就是你看到呢 他突出来呢 好像一串菩提子那种突发 还有呢 他感觉呢 他的肛门是失控的 就是那些糞便呢 是蛤了都不知道的 漏了出来的 当后也都痕了 又有痙了 那样 那奴会型的痴疮呢 就是 啤酒 喝啤酒会叉 惊奇离会叉 坐得内会叉 还有呢 便秘会令他叉 那这个都是一般性 一般性通症 治疗都是这种问题的 那但是 那什么会令他好呢 就是 冻敷 或者冻冻冻水量 就是这个 奴会就是 冻敷冻冻水量 会好些的 好了 那另外一个阵营呢 那个叫做 Ignat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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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个大的疗策来的 就叫做 女送果 姓Ignatia bean 也叫做羊的马前子 就是我们马前子 就是Nux Formica 那他也叫做 女送果 那在哪里呢 就是女送 就是其实 就是在菲律宾 早年 有一位神父 是Jesua 那个教会的神父 就在菲律宾 是发现了这个尿剂 当时这位神父 也是一位同学医生 这是很多年前的事 就叫Ignatia 好了 女送果形的痣瘡 都是一样 它就会有肛裂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症状 它有一种肛门 口是一种抽失 抽痛那种感觉 会抽痛也很重要的 如果它和痛 这种痛就好像有一支木棍 插入肛门那种痛 像我曾经形容 有些好像心刺痛 这种痛就好像有一件事 是直接插入肛门 令到它就直接抽缩 抽缩那种痛 也当时好像有一把刀割那种痛 肛门也会松弛 下墜 什么情况令它差 情绪的激动 会令女送果 Ignatia的痣瘡更加差 旌旗来会见它差 站得久 会令它记得差 还有黄昏的时间 躺下 大便之后 这当然是很普遍的 很多痣瘡的阵型 都是这样的 什么令它好呢 就是暴行令它好 坐令它好 总之站着就不行 情绪认得它不行 但你记住 Ignatia的痣瘡 是一种抽疼 还有好像有一枝木棒 是插入肛门那种痣瘡 另外一个疗剂 是Nuxvormica 马前子 马前子 可以这么说 是文明地方最常用的疗剂 是 大致我也跟大家分析过 是Type A型的人 是博杀型的人 其实今次是 暴饮暴食 喜欢吃好东西 吃很多刺激物 这种是马前子 Nuxvormica 好了 马前子那种疼 当然也会很痛 而且痣瘡是很充实型的 那种痣瘡 而且也有裂痕 尤其是有长期的便秘 通常就是 如果你是拿些药膏 或者拿些药 硬硬去压制 压抑这个痣瘡 症状是会更加差的 很可能他查了一些东西之后 痣瘡表面是压抑了 哇 然后那种痛是更加痛的 那喝酒之后 或者是过分用那些射药 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过分用射药 因为便秘 慢慢用射药 然后搞到痣瘡都搞出来 这样移动 好了 当然这个是 痣瘡了之后舒服点 大便之后舒服点 我刚才有很多疗剂 记不记得 痣瘡了之后痛都很厉害的 是吧 那个马律师哥 是痛成几个小时痛下去的 所以不是每个疗剂 反应都是一样的 那个马前子的疗剂 他发现他痣瘡了之后 大便之后就舒服了 那马前子有个症状 就是他经常想急便急便想去 但硬是去不了 或者他想作悶作嘔 但硬是嘔不了 这种是马前子常见的 如果你长期便秘便秘 很不舒服的样子 但是又想去痣瘡 结果你痣瘡了之后 整个痣瘡都舒服了 那马前子 大便之后舒服了 那马前子在我的临床上 在现时今时今日 都比较常用的 另外一种叫Ratania 拉坦尼亚 这是一种草药 Ratania Ratania Ratania这个症状 主要症状是变后痛得很厉害的 其实我曾经提及 这种症状是变后痛的 但这个Ratania 是主要症状 而且那种痛 始终几分钟 或几个小时 是很严厉的烧 刀切 而且好像玻璃碎在刺激那种痛 你自己想想 那种痛 好像玻璃在刺激 即是玻璃碎在刺激那种痛 当然很明显 一定是有干裂的症状 好了 这个就是 大便之后是变后的 而且是碰都不碰得很明显 那种痛的症状 你把症状的症状都吞死了 就会很痛很痛 当然 这个症状是用水冲一下 或者是肝硬的症状 令它差 那什么令它好呢 就是热的东西 热敷 冲热水凉 躺平地躺下 和慢慢暴行 是会令它舒服一点 好了 Ratania的症状 就是变后痛得很厉害 那种痛 好像碎玻璃割那种痛 好了 接着就是硫磺 硫磺 硫磺和马前子 是我们经验里面 是经常会用的 经常用的 很普通 硫磺的症状 跟有什么地方不同呢 就是它通常 它那种是 是痕得很厉害的 就是经常去拗它 就是大家都是脏 大 有滲滲下的那种 是这样的 但是呢 硫磺型那种 是很痕很痕的 很痕很痕的 很痕很痕的 也都有 有些 但是呢 你拗它 不是拗越舒服的 是越拗越差的 越拗越痕的 好了 硫磺型的痴磋 就是晚黑会叹 喝了啤酒之后叹 站得久会叹 会叹 碰它会叹 走路会叹 或者呢 是经验里 是抑制了 抑制了的经验 就是上来又来不到 更加会叹 那硫磺呢 是热的 是吧 很热的 那什么令它硫磺舒服呢 冬令它舒服的 即是硫磺型呢 如果它喜欢 拿个冰来敷一下它 那它会舒服很多 这个就是硫磺型的痴磺 还有呢 就是 身 或者是山埃型 山埃型 山埃型 那山埃型 也是 痴磺里面有 有裂 有肝裂 和有一种 很消烈的疼 那种疼是比较 很消烈的 嗯 就和那个 磺黄是 很痕的 是不是 有些好像不同的疼 但这种是很 很消烈的 嗯 那修了分辨之后 那种分辨很疼的 很疼的 疼得它好像很疼的 那种感觉 那 那 山埃型的痴磺 或者伸 啊 啊 通常呢 一直修的时候 是很辛苦 尤其是 就 吐射 一吐射之后 痴瘡就发作了 哇 可能一大论 痴瘡就发作了 嗯 那生埃型的人 是怕冻的 本身怕冻的 所以呢 热敷会舒服些 是 你可能有个 暖水袋 来敷痴瘡的部位 它会舒服些 而且 热水量是舒服些 好了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 曼陀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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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是一种 一种有毒性的草药来的 那凡七有毒性的药 它的症状一定是很明显的 因为你中毒的时候知道的 曼陀罗 那种痛呢 就是一种密动性的痛 就是frobbing fr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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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痛 还有呢 可以这样 直接是 卷起那种痛 就是差不多 是扭到紧了 那种痛 就是你知道 有时候 痴瘡的血管 是直接 是 枯了 跟着坏死的 这种叫做密动式的痛 好像心跳那样 frob frob 不可以碰 可以碰到的 以及慢陀罗的自瘡 就不要拖它 不要动它 不要拖在地上 你会去遮一下 遮一下遮一下 遮一下遮一下遮一下 遮一下遮一下遮一下 它觉得很痛的 好了 也都是 躲在背部 躲在这里 还有 将肛门 和脚打开 舒适一点 是 如果你看到 如果那种感觉就是这样 要打开脚 就会觉得舒适一点 還有一種疾瘡是Berberus 那個字中文我都說不出 好像小桌一樣 一種Berberus 一種植物 那種疼是抽一下那種疼 尤其是自漏的問題 自漏的問題 還有咳 因為一咳 痛得很厲害 咳得很厲害 還有自漏 可以考慮Berberus 另外一種 Culcaria phosphoricum 這種鱗酸鈣型的痔瘡 一大便就凸出來 又癢 還有那種疼痛 射痛是由肝門 射到陰莖那裡 也有自漏的問題 這是比較普遍性的痔瘡 另外一個就是carboanimalis 是動物碳 這種痔瘡 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痔瘡又大 又生癌 但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它不斷有些液體 是由肝門不斷滲出來的 還有這種液體 是有一種燒燒慶慶的感覺 不斷滲透這種痔瘡 黃昏會痛 走路會痛 這就是動物碳 另一個就是植物碳 carbo vegetalis vegetabalus 這種是植物碳 植物碳 植物碳的痔瘡 都是幼大 又藍幼子 輕痕痕痕 也有很多臭味 臭氣走出來的 這個和動物碳 其他方面都有些相似的 有些髒東西 不斷滲出來的 另外一個療劑叫costicum 就是蛤性鈉 蛤性鈉 costicum 就是一種化學的炎 做出來的 這種痔瘡 也會很大 很脹 而且那種痛 就是那種抽縮的痛 像慢慢抽縮的痛 可能有自漏 甚至乎那種痔瘡 令到它蛤不到大便 痔瘡 就是痔瘡不到大便 因為costicum 這種症型的人 很多時候是適用於一些問題 是神經系統破壞 它癱瘡了 它完全是控制不到 這種costicum 這種痔瘡型的人 通常是在用腦過度 或者掛著想著痔瘡的問題 會令到它更加不安 想著它 好像很困擾它 而且站得久 嗨 碰傷它 而且是很急便 它急便的時候 或者在說話的時候 聲音可能很沙啞 這種痔瘡型 有時候 簡直是不能走路 因為痛得很厲害 它簡直是走路 也不能走路 即是遇到這些情況 記住 有一種拉扯型的痔瘡 令到它痔瘡嚴重 連大便都不能大便 或者神經系統 麻痺了 癱瘡了 很多時候 在costicum 我們會用這些 很多神經的毛病 令到人一邊癱瘡了 尤其是中風 右邊性的中風 我們很多時候 都會採用costicum 這個療劑 不如這樣 我們休息一會 先說到這裡 我們稍後回來 繼續討論 自然療法如理 我們很快回來 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 www.h-e-a-l-t-h-s-h-o-p.com.h-k 自然療法如理 這個節目 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贊助 好 我們又回到自然療法如理 完醫生 剛才我們一口氣 原來已經講了二十種療劑 針對痔瘡的問題 還有沒有 其實 其實跟療法對醫療的痔瘡 其實都常用 還有的 我再跟大家 這次很例外 將一些很詳細 其實這是醫生的參考治療 但不要緊 讓你們有個感覺 有個感覺 和療法其他 如何去看症 另外一隻叫做 羊金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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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金谷這種的陣形 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這種羊金谷的人 是不熬得痛的 很敏感的 他遇到這種痛 他會呱呱叫 哭 哭 哭 也不能哭 遇到一個癮 他的反應是 非常強烈 離譜 有哭 也不能碰 發脾氣 發脾氣 要考慮 羊金谷 好 另外一個 就叫做 Colinsonia Colinsonia 這個療劑 英文叫做 Stone root 是一種子酥 北美子珠 或者一種子酥 一種草藥 是 子酥 或者北美子珠 是一個字 Colinsonia 這個症狀 通常也是 好像 馬律樹 的症狀 那種症狀 那種症狀 就像很多 鼠肢 很多 鼠肢 是掺著 那種症狀 而且 Colinsonia 有時候 很有趣 那種症狀 跟脈搏心跳 是交替的 我剛才 有一種情況 好像 Beladonna Beladonna 那個曼陀羅 曼陀羅 那種症狀 就像脈搏洞 那種症狀 但是 Colinsonia 那種症狀 很多時候 是症狀 痛 跟著 有感覺心跳 他像是 pulpitation 那 Colinsonia 很多時候 用在女性 跟經期有關 還有 坐雨 那段時間 或者 懷孕那段時間 這種痛 也會有很多 放屁 還有 整個肛門 是腫脹的 你看到 如果 你看到 一個女性 她生了很多 十元仔 那 一會兒又有驚奇 也覺得肛門很腫脹 如果 看到她的一個 症狀 是心跳 和她交替 痣瘡 那這個很有用 在我的臨床經驗 這個我也是很常用的 有時候 的症狀 是沒有什麼突出的 我剛才所說 有些很突出的症狀 如果有時候 找不到 女性 生了一個嬰兒 或者很腫脹 那種 我都會用這個 用Colinsonia 這個是 不秘子豬 好 跟著 就是Graphitis Graphitis Graphitis 是石物 石物 你知道原不深的Graphitis 是 是石物 石物型那種的正形 就是乾裂 而且是肝門很乾的 很乾的 而且也很癢 又乾又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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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癢又癢 又癢又癢 驚奇尼會差 而且是敏大便時也很痛 所以 分別就是 有些什麼呢 是乾 又乾又癢 當然 石物是一種類型的人 將來有大家討論 石物型的人 是什麼人 有時候 你都會看到 如果那種型 是石物型的人 你就會用石物 如果你看到 鋁宋果的型 我會用那種 或者生癌型的人 有時候 我們都會考慮 但當然 有時候 當遇到這些痴瘡 它未必是那種型的人 其實有時候都可以 總之它正型 是對的 譬如很多 我曾經跟討論的癢劑 例如 Barbaris Carboanimalis Colinsoni 其實這些沒有什麼性格 它沒有什麼人物性格在背後 主要是對症 症狀是對的 就可以了 好了 另外一種就是 Hermamelis 北美金柳梅 Hermamelis Hermamelis 通常是跟 靜脈腫脹有關的 如果有些人 他有很多靜脈 大家都知道 那個痴瘡是肝門的靜脈腫脹 所以Hermamelis 是適用一些人 他經常是靜脈腫脹 這個問題的 還有他的痴瘡又大又紫又辣 是吧 還有呢 在大便的時候就會出血 Hermamelis 會流血 這個就是 北美金柳梅的痴瘡 好了 另外呢 就一個叫做 Carlicarbonic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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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碳酸格 是 Protassium Carbonate 碳酸格 碳酸格 Carlicarbonicum 那種 痴瘡又是腫 又是尖痛 又是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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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發炎 亦都是跟懷孕 有關 Hermelis 他會痛 咳會痛 那什麼情況之下會舒服呢 熱會舒服 熱膚是舒服 還有呢 坐車會舒服 是 其實祖賢 其實是說坐馬車的 Carlicarbonicum 在這種情況 當然今天我們很少機會遇到這種情況 這個就是Carlicarbonicum Carlicarbonicum 也有一種人物形 有個人物性格 所以 有時候 要你了解Carlicarbonicum 的人物性格 配搭到 你可以用Carlicarbonicum 可以用Carlicarbonicum 接著就是 Lecasis Lecasis 是蛇 是南美蛇毒 南美蛇毒 那這種痴瘡 是一種 我們叫做 枯死那種 那種痴瘡 又大 但好像是枯住 即是你感覺好像蛇 那蛇怎樣 暴裂動物 它會去枯死牠 捲住牠來 枯死牠 還有呢 南美蛇毒 是對很多血管的問題 包括瘝 高血壓 很融通的 所以這種痛 亦都是一種蜜蜜蜜蜜的痛 滑陰痴 那種痛 就好像 就好像 那些毁仔 那樣 比較好 向上 向上 移動 也都是 通常 在什麼情況 在根元期 那種 根元期 或者是懷孕 或是經期 受了 壓抑 出現 或者咳都会出现 蛇型的人是怕热的 所以蛇毒 那个南美蛇毒的Lekasus 是喜欢动肤的 喜欢动肤 它特点就是 如果是一个根延期的女性 它也有血压高 血压的脈搏是跳动得很厉害的 我们考虑去用Lekasus这个尿剂 再介绍多一个 但是起码让大家听众有一种感觉 和尿化 Muriatic Acid Muriatic Acid Muriatic Acid是盐酸型的 盐酸型的痔瘡 很容易一不小心 用一点点滑一滑 痔瘡就一声就掉了 可能大便的时候 甚至乎方屁 小便都会令痔瘡 突然间滑了 当然这种痔瘡 痔瘡又脏又痛 又难难止止 亦都是 动动又差 还有生肌 这些跟生肌有关的 嗨呀嗨呀嗨又痛的 还有这种痔瘡 很多时候出现在小孩的痔瘡 痔瘡应该很少 但如果有时快这种痔瘡 小孩的痔瘡很容易突出 而是一个小孩 我们都会考虑 炎酸型的痔瘡 炎酸型的痔瘡 这种痔瘡 哇好厉害啊 原来只是针对痔瘡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27种痔瘡 这种痔瘡是比较常用的 对啊 可能不止的 只不过这27种痔瘡 这些痔瘡是比较常用常见的 或者简单些 憑我自己经验来说 这几种痔瘡 例如Nuxvormica Nuxvorm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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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比较我 在我临床上 我都经常用得到的 其他那些 如果是遇到适当的症状 那我就配就可以了 所以 同胃疗剂的效果是很快的 如果你真的想 在一个急症的问题 是用同胃疗化 如果是一个很清晰的症状之下 你找得到疗剂 是很快 在几个小时之内 就立即舒缓 是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可以看到同类疗法 处理问题 可以去到这么精细 这么详细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对症下药 真正的对症下药 真正的对症下药 度身订造 是的 难怪可以那么能力 那么厉害 是的 其实同类疗法 在2003年 世界维生组织 已经说了 同类疗法 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医疗 是的 但是 很多人 真的 很可惜 很多人听到 同类疗法的疗剂 如果疗剂 原来是稀释到疗剂 没有了物质 有些人就会开始质疑 究竟行不行 没有物质在内 怎么办 其实医生 你如何去解答这些朋友的问题 其实很多人都会 尤其是在医学界 今次今的医学界 当他们了解到疗剂 不断地稀释 稀释到最后 一粒成分 一粒分子成分都没有 通常他们说 这样的医疗 简直是骗人 是不可能的 他真的想不到 怎样可以 因为他解释不到 即是怎么办 是的 他真的理解不到 所以很多时候 在医学界 最近在英国 甚至乎 最近有些动作 想将同类疗法 撇除医疗保险的范畴 即是在英国里面 已经有同类疗法 是医疗保险的 即是国家的医疗保险 其实都包括在这里 都包括在这里 虽然用的人 当然没有一般人 西医用那么多 但他也有的 最后有些医生说 同类疗法 根本是不可能的 是一种安慰药来的话 我们不应该 是被同类疗法 在医保里面 包括他 甚至乎 有些压力 同类疗法 我们就禁止 但他买同类疗法 一定要分类 叫做Placebo 话都明白 这是安慰药 你想想 全世界第二大医疗 有75个国家 有注册同类疗法医生 在北美洲同类疗法医生 全部都是西医之后 再专科的 竟然有这样的无聊的人 想把同类疗法消除它 那就是 同类疗法医生 到底是什么 我们怎么去理解它 当然 在一般的 遗物的科学里面 尤其是 新化的西医科学 他们是解释不到的 但如果你是用物理学的层面 我们看到 你有没有听过 有时候叫共振这个现象 是 叫做Resonance 这个现象 其实同类疗法是一种频率 一种信息 一种频率 我们也知道 有些人会唱歌 唱唱一下之后 可以把玻璃杯 直接震爆它 是的 这个大家都已经接受了 这个现象 在物理学 叫做共振的现象 一种频率的共振的现象 其实所有的地球上 所有物质 都有它的频率 即是玻璃杯有频率 在美国以前有栋吊桥 在大风吹动摇摆之下 成栋桥就散了 我们在大学读物理学里面 每个人都有看过这个片段 对不对 这个现象是 每一个物质 包括你的杯 你的圆笔 你的章子 你的粒糖 那个植物 那个动物 都有个频率 同学疗法 可以这样说 是利用物质的频率 我们虽然将那个药物 本身的物质 是不断的稀释 稀释到零 但是呢 那个物质的频率 是被保持下来的 那我用水 或者用糖粒 那其实糖 里面都有水分的 是不是 那么就将这个的频率 是记忆了下来的 同学疗法 可以这样说 是好像用共振频率 如果我们用这个疗剂 是吻合到病人的频率 病状的频率 病态的频率 是用这个药物的频率 加进去之后 把它取代 把它移走 是 因为在同学疗法的理念 我们身体里面 是不能够同时间 是存在了两种同样的病 是 那就是说 任何我们身体的状态 在不同的状态 有不同的频率 这个频率 就是你的病状的频率 我们利用疗剂的频率 这个疗剂的震荡 和你身体的病状的频率 是产生共鸣 产生共鸣 你就能听得到 你的信息不对 你就能听不到了 是 那就是可能有些人 是一个很嘈杂的环境 你听不到人说什么 但如果大家 是共同 是演奏同一个音韵 那你的音乐 你就能听得很清楚 是 那同学疗法 它可以说 它有它的音韵 它的音韵 跟你的身体的音韵 配合到 那大家就产生共鸣 那同学疗法 在科学上 其实也有很多种解释 那最近有一种解释 是水 因为始终所有物质 都有水分 那同学疗法 很多时候 是负责在水那里 水加点酒精 作为一个防腐作用 那水 会有记忆的 那其实水 水会吸收 周围环境的频率 那大家都看到 Emoto的工作 是吧 你可以跟水祈祷 跟他祝福他 就是你 你用你的身体 那个意念的频率 你都可以 是影响一些水的 那所以 从这里 你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平时喝的水 其实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 水里面很多 骚髒的东西 包括现在很多 西药 很多西药之人 冲走了之后 就走到我们的水源 那你当我们的水 污染得来 除了我们的化学物质 其实很多药物 所以水的水 干不干净 是很重要的 因为水呢 是会将那个 它经过的地方 那个频率呢 是吸收了的 那么 你可以看到 很多最新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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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 那些 可以用一些 所谓的能量 放射到好的能量 那些物质 是令到水呢 是将那个能量 是充到那些水的 所以呢 如果了解那个 同外疗法 接受到同外疗法 那你没有办法 不接受的了 雖然不是完全可以解答 但水對我們的健康是很重要的 水真的很重要 我們明白了 最近我們發現很多聽眾 在我們網台的網站 他們寫了一句 例如我最近很頭痛怎麼辦 或者我心口痛 請袁醫生幫忙解答 我們想在這裡提一提 可能這些資料太精簡 太簡單一句 其實我們都無處入手 好像剛才我們都知道 一個病症 一個情況一個問題 我們都這麼仔細 但也想問袁醫生 其實如果聽眾 他電郵給我們 或者留言給我們 究竟他們要寫到什麼資料 要寫什麼資料 袁醫生才可以幫到手解答 其實我們剛才看到 在磁瘡毛病的處理 所需要的資料其實都挺多 我們前幾輯我都有提過 醫生需要知道什麼才能夠 準確配製和療劑 其實我當時只不過是給一些例子 當你的身體頭痛 我要了解頭痛是何時出現 如何痛 左邊右邊 和你的身體的位置有沒有關係 你會不會坐著舒服一點 睡在這裡差一點 有時間的因素和周圍環境如何影響你 其實在同外療法這方面 一直都有很詳細的資料 我們有一本書 都成了很多年前的一本書 就叫做 What the doctors need to know in order to make a successful prescription 這個資料我相信 我將來會將這個資料 放在我們的診所網站 我審收的網站是OptimateHealth Center NaturalHealing.com 我們會將它放在同外療法方面 讓大家有機會上網去看看 其實我們醫生需要知道 知道是很詳盡很詳盡 我才有機會可以幫得到他們 這個資料我希望盡快把它打進去 其實一本書也有很多頁子 每一個頁 大家可以幫助大家 如果你真的想問問診的時候 資料愈詳盡 我就愈有機會可以準確來教導你們 當然我們講的是同類療法這個方法 但用其他一些的 例如食療、一般的飲食方面 草本、營養素 那些是比較普遍的 比較容易做得到的 是的 我也想問一下醫生 其實同類療法是用什麼角度去看一個症的 好了 你看到了 我們剛才如果有一個病人來 通常我們的病人大部份都是長期病患 很少說是很簡單的病 就算是痔瘡也好 我肯定是因為痔瘡可能困擾了十幾二十年 什麼都用過一下 就好一點又不好一點 就沒有辦法跟著的 所以在我們的醫療裡面 我們真的要很詳細去取得資料 譬如我們在一般的症狀裡面 我們要了解到底它的症狀部位在哪裏 譬如你說我生油 你的油生在什麼地方呢 是不是生在臉部呢 鼻尖呢 或者生在腳趾 腳趾 是不是腳趾 或者手指 是不是在指甲周圍呢 是不是 或者是手背呢 或者是手心呢 這個其實跟療法也有關係 或者你的油生在膝蓋 或者是腳底 我要看看油的部位 以及它的感覺 那個油痛不痛 如果痛是怎樣痛啊 是不是那種尖弱的痛啊 刺的痛啊 或者灼熱的痛啊 所以除了部位 我要知道你的感受 那種痛的頭痛 或者什麼痛 就是肚痛 是不是絞痛呢 或者燒灼的痛呢 就是肚痛 那種肚痛 就是肚痛 就是肚痛 很可能那種肚痛 那種肚痛 是跟情緒激動 我們看到了 那個女宋果的 Innalia 那種痣瘡 是情緒激動 會引發的 我要看下 那個肚痛 在哪裡 或者可能她是剛剛 生了十分子 我看過剛剛 子瘡的情況 很多時候她是剛剛 生了十分子 或者剛剛懷孕 或者在那種情況 或者突然有筋燃期,这也是我们要理解的 譬如Nuxvormica, 马前子那种痔瘡 很多时候是暴饮暴食, 喝酒, 吃烟 然后过去吃很多氢射剂 这就是起因, 我们叫做Ethology 这个也是要考虑到 部位, 还有没有伴症 伴症, 即是同时有什么发生 我刚才看到, 有个例子是说Eschulus 马律树, 马律树的症状是什么? 它虽然有脂肪痛, 脂肪痛就像很多树枝一样 但很多时候它也伴了腰背痛 有腰背痛, 这就是Eschulus 的症状 譬如沙埃形 它自从来, 它的主症状是很轻, 很严的 脂肪痛, 通常是什么呢? 是土舍 伴有是土舍 你也可以这样说, 可能土舍是一个起因 但土舍有时是一个半症 譬如河沙埃形 河沙埃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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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有很多症状 很多症状 有些阵营就是躺在这里舒服 躺在那只打开的大腿会舒服 有些走路舒服 有些是随着走路 走路都不能走路 走路都不能走路 这些是要躺起来的 你能看到什么令它舒服 譬如马前子大了便便舒服 它变得急急急 常常摇不下摇不下 谷得是痔瘡 但如果被它摇得大便便会舒服 这个我们就叫做Modalities 我要考虑到Modality是什么 每一个阵营 如果我们听众真的想我帮 用同学疗法这个方法帮你 如果你能够说到这些阵营来说 我们能够拿到三个重心 是很准确的 基本上我们找到一个准确的疗疗机会 就大大增加了 很多时候我们病人来到 我们看到他有很多问题 就是几种的问题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通常会很难选择 由最严重的问题去看 比如可能这个问题是关键性的 也可能有机会 这个问题是控制其他问题的 因为这个问题是引发 所有其他其他问题出现的 我们的重心 我们的主要治疗 是会针对主要的问题 希望这个问题一抽走 所有其他相伴的问题 会同时被拔走 这个是我们的 作为我们的同学疗法医生 我们会考虑的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那些症状 很多症状 但没有一个症状是很清晰的 有这些我曾经所说的 五个关键的条件 没有的时候 我只能够做什么呢 只能治疗整个人 整体了 我们叫做constitution therapy 你可能只能够全面去医 有些症状要全面去医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在我们的治疗过程里面 我们是生了很多精神 在诊治方面 我们刷成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去问 但当然如果我们遇到痣瘡 如果病人很快说到 我们这些症状需要的治疗 15分钟就完成了 在印度有时更快 很快很快 当然在印度的症状 通常有些其他医生 是先帮主诊医生 把资料收拾好 主诊医生 接着看看简要的资料 他就可以配 可以很快 因为我看到有些诊所 一天看成1000人 当然他一定不是一个医生提 他有很多我叫Junior Doctor 可能有20个Junior Doctor 帮他收拾好资料 那Junior Doctor 主要的主诊医生 他就几分钟立一个 几分钟立一个 但背后其实是要花很多时间 花很多精神 才有机会 把同学疗法 发挥到同学疗法的效果 否则是没有可能的 同学疗法是不能很仓促地去做的 这个也是带出了一般人 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地方 就是说 我来看诊看病 但是医生不断问很多问题 其实用很多时间资源 在这些看诊里面 问好很多很仔细 很详细的问题 一般人其实都不是很明白 他会觉得 我用些钱去检查身体 拿报告 很多钱他都会扔出去 几千元 都会扔出去 但如果是看诊 问这些这么仔细的问题 他又觉得 咦 这这么奇怪 为什么 其实这个 反而这个问诊 这个步骤 才是最重要 最能力的 我们发觉的这个 其实医生 自然疗法医生 最宝贵的地方 就是用他的经验 是帮你去找到一个適合你的疗剂 从而你真的可以一次过跟治到你的病 之后不会再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这个才是最宝贵 最有价值的地方 其实袁医生 我们经常说望闻 问切 其实望闻 问切 在同类疗法里面 是怎样的呢 跟其他医疗 有什么不同的呢 其他医疗 其实都有做望闻 问切 但他们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其实很明显的 望闻闻切 是所有医疗 都是错用的 OK 但大家比重 是很明显 是很不同的 是 比如有时候 你去看中医 中医很多时候 不是说很多东西的 嗯 是打蜜 是 看你的肌 对不对 很多时候 打蜜 他就已经 说要改给他们 有什么什么问题 是的 有些中医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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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闻切 是比较多一点的 反而 他问疹是不多的 我亦都遇过 有些病人 如果有医生 能够由打蜜 说给他什么什么病情 他很impressed 是的 他觉得 哇 这医生很厉害 很厉害的 是的 但在实际上 真真正正正需要的资料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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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个 那个 详细的 那个病历 你会知道呢 那个病因大概可以找得到的 反而呢 那个 做身体检查 验身 这些呢 是 比重方面 是不是那么多 在同外疗法来说呢 我会觉得 90% 我就会是 问诊的 是 就是有时候 有时候的病人 看到我呢 就 就是花了一个多小时 来问问问很多东西 那他又不见到我帮他 帮他 帮他打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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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见到我没什么做这些动作 是 是 不要用镜子去照一下他 他很怪的 那天我说 那我要解释给他听吧 很多时候呢 这些东西 其实 不是说 最重要 在同外疗法里面 我觉得呢 是占达过10% 但当然在失医的角度 有时候 那些人去到之后呢 那些病人 花很多钱的 可能花一半的钱 是用在检查身体的 可能做MRI万几元 做一个CD scan 五千几元 只用几万元 去验什么 有些医生 真的变成这样 他 医病是医的报告 医报告的资料 医不是医疗病人 所以在某个情维 很极端都有 在正确下 如果我们在医学 我们在训练里面 他很强调 真真正正 最主要的资料 其实是 MI 疹那些方面 我最近回到多倫多 又回到一些课程 大家聊天 其中一个老师说 他说在一间医学院 在训练学生做会诊的时候 就找同类疗化医生去训练他们 因为同类疗化医生在这方面 最精确的方法应该是这样的 我不记得说了 好像在哈佛 他在我们读书中也要学 要讨论患者 有很多书都在这方面说 应该来说 真真正正是90%应该是会讨论 问他病历、过去、感受 如果病人未必说得到 就问他家人 这个其实是最主要的 大部分的诊断、治疗的手法 病因都是在那边找得到的 那个检查身体 我觉得是fiscal 就是帮他们听门、按摩 其他方面的检查 去看那些占10% 真正正要去发现室 去占是1% 照什么照门、照X光、照什么Cat scan 其实只是需要1% 但当然很多医生就不是的 那些病人也有很多 花了几万元照照照照 来到我们看同类疗法的时候 我们可能用了时间长了 收回一千两两千元 他觉得很贵 我在很多年轻在美国读大学的时候 其中一个老师 其实他是一位西医 因为他两个儿子 他三个儿子都是在那学读的 他就贪得意 教一下书了 放弃了不行医了 他就去那边了 我记得他说了一个故事给我听 这个故事就是《Prumber》的故事 《Prumber》 《收水喉老》的故事 是 是 他说 有一间公司 有一间工厂 出现问题 水喉可能出现问题 不能够运作 整间公司就停顿了 没办法 他就快点打电话 找回一个水喉老 水喉老很快到了之后 他就周围去看 去检查 找了一段时间之后 然后他就拿了一个锤子 就向某个某几道馆 他就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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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然后那个问题就解决了 他可能就开了单 开了一百元 美金 就是很多年前的事 一百元 开单单 那个工厂的老板说 哇 这么贵的 敲一敲 敲几下 就要一百元 这个真是贵 他就解释给你听 其实 敲那里 我只是收你十元 但是知道哪里敲 我就收你那九十元 其实很多人都不了解 一个医生 其实最有 他最有价值的地方 就是他帮你能够分析 你整个身体的问题 根源在哪里 这个就真的要很多年的功夫 很多年的经历 在我的经验 我自己来说 我自己一科一科医学 我读了四科医疗 其实最终最终 我希望我能够在不同的角度 是真真正正的 是彻底了解 病人的问题的 如果你能够真真正正的了解之后 你对那个对症 或者对那个重要的 关键的地方 开始进行治疗 那你就真真正正的 将一些长期的慢性病 搞到疑难习 所谓疑难习症 是彻底搞好他的 其实最主要的关键 就是你怎样能够分析 了解病人 就不是帮他检查 检查 照麦 这个我发现 是很多很多病人 是完全不了解的 是导致他做了很多 无谓的治疗 结果是一点的病 一点都没有好到的 嗯 是啊 这个水喉鲁的故事 真是很有启发性 OK 那我们时间又够了 那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好多谢袁医生的分享 那些资料真的好充实 好宝贵 祝大家身体健康 开心心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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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